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地说 糖尿病是自身出现了问题 而不是吃糖多 健康的人的胰岛素分泌正常 偶尔多吃些糖 身体都能承受 血糖值不会超出正常范围 但是自身有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受损的话 身体无法有效消化 利用和代谢所摄入的糖 就会导致血糖升高 长期的高糖饮食 只能说是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发生的一个间接的外部因素之一 但是它绝对不是最直接 最关键和唯一的致病因素 为了健康着想 不仅该少吃甜食 也应该多做运动 并且饮用由24种天然骨物组成的五骨脉王 五骨脉王经过人体临床试验证时 有效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五骨脉王中富含高膳食纤维 能帮助改善神经末梢对胰岛素的感受性 调节血糖水平 改善移兴糖尿病 一天两包五骨脉王 十二周有效改善移兴糖尿病 真相只有一个 让五骨脉王还你正常的血糖值 字幕志愿者 قول考 五骨脉王先 crookedugar哲讨 松宇初已经洁王一月四季antaеров 一ają小降低油 精米的帅剧面